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各位早上 来到8月24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唐明资本董事曾契邦RES 我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上RES 早上 大家好 美股星期三已经做好了 美债息由高位回落 大型科技股也重拾动力 导致一度升超过200点 杨茜茜期升109点 美团业绩前ADR做好 稍后RES都会和我们分析 市场焦点尤其是美股NVIDIA 盘后公布了业绩 如何看待 港股现在的 我们如何选择股号 尤其是业绩期有什么 职业股 但有什么个别股票嫌难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 那对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外围表现 市场聚焦晶片巨企 NVIDIA 收市之后出路的业绩 并且等待Jackson Ho 央行年会的讲话 马债息回落 利好大型科技股 道指高开之后最多 升超过240点 纳指一度升1.9% 道指收市仍然升到184点 报34,472点 纳指升215点 升幅1.6% 收报13721点 标指升48点 报4436点 欧洲股市都靠稳 英国比较好 升0.7% 美汇指数曾经逼近104关 五大美市回落回 美国十年期过债息跌穿4.2% 看招点美股 苹果、Meta和Google都升超过2% Metasla升1.6% 而NVIDIA公布业绩前升3% 收市之后公布业绩向好 股价升穿500美元 创新高 看招点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马美团、网易、京东和百度 比本港收市升超过1% 美团至算部132.28 网易报160.97 腾讯和亚里升0.9% 腾讯至算部320.71 亚里至算部88.06元 而汇丰控股ADR至算部58.98 比本港收市价升1% 有方微升0.2% 港交索升1.7% 接着我们可以先看看今早外围的表现 先看看导致期货 暂时不算很大导致期货升8点 34,530 马纳指期货升幅多些 升幅1% 马智亚太区股市 看回普遍都可以跟随着美股向好 其中日本股市升0.4%左右 日经平均指数32,134点 升124点 南韩市升0.8% 澳洲升0.4% 至于新西兰市在偏远 跌了0.2% 接着我们可以看看恒指黑期 也是预示港股 今早早有机会高开 黑期升170点 好了 我们先和RatsKing 谈谈外围一些最新的消息 大家当然很关注 AI股王 收市后 NVIDIA公布了业绩 简单大数 第二季收入破约纪录超过135亿美元 按年升超过一倍 远超出首季公司指引 而京调整顺利67亿4千万美元 京调整每股盈利急升4.2倍 京调整毛利率71.2% 大增25.3% 数据中心第二季表现搶眼 收入按年径增长1.7倍 至于NVIDIA预期有第三季 收入160亿美元 也会继续增长 而京调整毛利率 会升到72.5% 市场当然是用资金投票 是不是初步的反应 应该是很满意的成绩表 而且也很前景 你怎么看 盘口也充到500多美元的水平 NVIDIA 现在的价格 你还可以去到多少呢 如果没有货的投资值 怎么办呢 有货是否也会继续持续持续 如果有货 应该继续持续持续持续 前景一片光明 可以看高一点 我自己觉得 可以当一个长渣 或者长期的投资 它的业绩漂亮 在数据中心上 升了1.7倍 厂力是新高 这是个亮点 第二个亮点 就是它会回购250亿美元股份 就是说它会在今年继续 在市场上 叫做买那些股份回来 所以 都会对股价 会有一个推升的作用 所以 只是这两点 其实投资者 都已经很开心了 所以你看到盘口 就立刻 升8-10% 现在就去到500美元 我自己会觉得就是 就是说之前那些底位 譬如说 一两个星期之前 那些位置 其实已经是很大的支持 当然现在已经升了到500美元 那些位置已经变得很低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就是 相信今晚如果再开市 应该会有人继续追 就是你说500美元 就应该都会 会突破完 应该会再上 那如果 未有货的 我觉得可以 分很多注 就是用一个DCA的方法 就是分段 去吸纳 那预计 未来一年至两年 应该 那个税率会持续 原因是因为 其实如果看回一个月前 他们出了新的晶片 就是说 再快一点 虽然未出定价 但是你会说 可以一秒做到 5个TB的一个 全速 就是数据全速 那是专利于晶片的 那就是说 其实那个晶片 又是将会大卖的 就是 很学士 可以这么说 那所以其实它还有 王牌的产品 未来再会出 那 还只有它可以做到 就是其他公司 都未做到这个功效 那所以 未来 这半年至一年 我相信 仍然都是黄金的时期 就是 就是这个股份 只有小回 之后就大涨 那 值得慢慢去存放 就是用DCA的方法 嗯 那听你说 可能要把握每一次 就是小回的机会 那如果是整体的美股 因为都经历了近期一个高位 调了下来 一个回调的情况 可不可以趁着这个势 科技股又做回好些 整体一个美股的市况 都很快呢 嗯 那如果你说美股那方面 譬如科技股那样算 其实 昨晚那份 就是NVIDIA那份业绩 其实就带动到 整个市场的气氛 尤其是科技 那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 那当然已经盘口了 就是今晚开始反映了 那第二点就是 那美国十年期债息 那由4.36 就是说前日 跌到去 刚刚昨晚就是4.1多的 就是回一回的 那十年期债息 如果你说 4.5厘以上 其实都算是偏高的 因为 之前说的一季之前 就大概是3.5至4厘之间 那其实是近这一个月 都上了4厘以上 那所以那个 纳指导致才会回的 那 那现在刚刚有份业绩 或者叫做 那些出来的成绩好 那叫做带起的气氛 那叫做 你说要再突破上 就是说道指 说上3.6或者 纳指再升上高位 1.15000那些位 其实我觉得 暂时应该还没得住 那但是 你说 左指的跌势 就是回调完了 那我就觉得 去到这些位 就暂时叫做跌定 那接着之后 就会割别发展 割别发展的意思就是说 一些 那些业绩好的股份 将会有得再升 但是普通那些股份 就可能橫行 甚至可能会回 那所以变成现在 是 你遇到大市 开始慢回来的 就是说美股那边 那要选股票做 那如果纳指方面 其实 刚刚上个星期 刚刚这几天 就是说8月18日 那低位 那就是说 纳指的话 就是13161那些位 那些位 其实就暂时有个初步支持 那上面你说 阻力位 就看回之前 就是现在转下来 说的 8月14日 那些顶位 大概是13789 就是说上面 也不是有很多空间 是 那你说到美股 其实也要看个别的表现 那会不会港股也有这个情况 尤其是港股整体的大市 就更加差一点 我们怎样去选股 我待会都会问一下Rex 但我们先转看港股上的表现 简单总结一下 看到港股 昨天都可以继续有个反弹 第18,000关就得而复失 行指低开28点之后 反复向好 下午之后曾经升到大约200点 之后都受履于A股下跌 港股升幅收窄 行指最终收市升54点 报17845点 成交额842亿 波子升0.2% 报408点 快手和百度业绩之后 股价升3%至4% 安踏业绩之后升近一成 而有邦业绩前值 股价升超过2% 内房股普遍挨沽 碑桂园跌超过6% 苦力急赛1.5% 至于恒大物业 公布业绩前 但升了2.9% 看看北水盘 北水就连续3日 录得正流入 昨天吸资31亿2千万 个股方面 马美团和中移动 都录得3亿1千万 淨流入 若名生物吸资1亿9千万 淨流出方面 南方恒生科技ETF 录得1亿2千万淨流出 腾讯走资5千万 中海游走资4千万 说一说港股市 问Rex怎样看 看到港股年跌后 终于这两天有些反弹 昨天晚八关也有预测 究竟怎样看 虽然今早 可能初段也会有向好 尤其是跟回外围的气氛 但后市是不是更会偏弱些呢 我们扭转跌势的关键是什么呢 还有看到离岸人民币也有再反击 内地也有个决心想维系汇率 你应该怎么看判断港股的走势 港股现在刚刚反弹 我会觉得是 其实它大概在17,500至17,700 这个位置 其实早前那三个加日天 就叫做打横了 向下的momentum 暂时叫做指一指 没有再跌 所以理论上应该会 勾回来一点点 但是看着前面的阳烛的顶部 即是说是8月17日 大概是18399 18399的位置 应该会有些阻力位 所以我会视之为 短暂几天的反弹 之后会再跌 原因就是 其实整个跌势 即是说8月这样滑下来 这三个星期 很明显就是因为内房 内房的问题 就变得突然间很严重 即是说碧桂圆 然后接着很危急 正是那些钱 交付那些房子 但是你说债就未必还到 即是出了这些新闻 我相信这个问题 虽然反弹 有说结束反弹 但是问题是未解决的 即是那个 原则或原则是未解决的 以及不知怎样解决的 所以当升到某个位置 接着再有些坏消息出来的时候 又会影响大市气氛 所以如果你说港股 和刚才我们美股分析比 港股是整体应该仍然是向下的 而美股就应该打横的 所以整体港股会弱一点 当然港股里面 大部分都会先下跌 即是会受拖累 即是中线一点 但是个别很少很少股份 都可能因为业势而有得升 所以其实是难的 难度高的 即是你说买升港股的话 如果港股恒生指数 假设这几天 你说再潜下去会潜多少 因为其实本身18000点 是大关口来的 其实刚刚做这两三分 就很明显跌穿了 很明显 如果真的要回落 即是这几天反弹 而是没有成交 真的要回落 你量度的跌幅 其实可能就要回落 大概16500那些位置 所以有机会中线未跌完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 仍然都是当红市去处理 红市的处理就是 但就会是要走 即是如果你博到反弹 那么幸好赢了 就要走 如果不是就会再潜下去 那么可以有几个指标体 就是除了成交之外 就是你看到成交 都是弹上来 没有成交 都是1000亿以下 其实都可以当是 就是不是一个很厉害的反弹 还有你可以看那些内房 究竟弹得金不金 还有是不是 那个新闻是否配合 就是是否真的能够 但是暂时 我觉得 我都不 除了撥鼻之外 就是 就是 那些债主硬了之外 就是 我也想不到什么方法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 暂时都还没看到 有什么方法 所以 港股都是比较审实 以及更多危险的 你到底要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